唱歌 海姨 吓了我一跳 我妈呢 夫人现在不在家 不在家 她出去了 我只是听她说 要去处理一下小姐的问题 然后就出门了 处理我的问题 妈妈不会又去找提你麻烦了吧 请进 院长您找我 新护士啊 请坐 没事 院长您说 就是有关房医生的事情 我想跟你确认一下 好了 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 我问你 你跟房医生的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尊敬的前辈 前辈 房医生是什么样的人 您应该比我清楚 那那天你跟他一起去喝酒 你们两个人单独去喝酒 是怎么回事 怎么 不能说吗 因为病人的事 病人 院长 我能说的 都说了 好了 那就这样吧 你先出去吧 院长 要是您真想知道 您可以去查房医生的患者名单 患者名单 还这么安静 妈妈肯定不在里面 小雪 你在干吗 天忆 你还好吧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这里太危险了 我们先避开一下 我走了 好 到底怎么了 我妈说 她要来处理我的问题 她没有打电话找你 我手机不在身上 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没事 没事就好 我还怕你被妈妈教训呢 你不生我气了 生气 怎么不生气 但是你归生气 你是我老公 我也不想让你被妈妈骂呀 你不爱我吗 昨天的事情 是我不好 但你相信我 我在外面没有别人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 可是 你不爱我吧 只是我单方面爱你而已 只是我喜欢你 缠着你 主动给你打电话 主动给你发微信 你从来都没有 主动找过我 你根本就不在乎 我的感受 不在意我难不难过 不在乎我怎么想的 天忆啊 我觉得 你真要有事的话 你就告诉他 你不告诉他的话 他永远不知道嘛 你也告诉他了 他才有安全感 对不起 是我不好 天忆 你不要再这么对我了 我真的很难过 以后不会了 再也不会了 不守一群 这个天忆 他怎么不跟我说呢